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又来到我们《芒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录的时间是2020年12月30日,首先有社长雷文汪 大家好 澳洲真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纽西兰的以德台仰 大家好 不是我,家餐生的,大家好 大家喜欢我们的节目,除了去大台《芒向编辑部》 还可以去二台《政响部》和三台《浪冷器》那里 点赞、分享和订阅 将这个齐抗疫聘经济反揽炒的信息传扬出去 这一节想讲一下澳洲另一件事发生 是不是?真BC 没错,其实大家知道了 现在澳洲的牛肉已经很大大获了 那中国在2019年进口澳洲的牛肉大概有30万吨 那当然了,中国就是澳洲牛肉的最大买家 我们讲过很多次了 但是2020年4月份之后 那不好过了,因为摩总的要求全球独立调查 这个中国19病毒来源 那至今为之 就是由2020年年头到现在 中国方面已经暂停了 六间澳洲的牛肉商对华的出口 那其实呢 还有呢,就算现在这里那些人 都是很担心其他的产品都 其他的周边产品都会被禁止的 那在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国家 就抢占了中国的市场 应该说,抢占了澳洲在中国的市场 准确一点来说 正在攻占这个活牛市场 这个就是来自这个 亚美洲的乌拉贵 乌拉贵呢 将会出口 对华出口 5万头活牛 那这个呢 是根据中国官方的资料的 那刚刚的 12月底的报道 那就是前几天了 那南美国家 乌拉贵的大畜牧企业 叫 Essandy 那就会 就刚刚在12月中呢 就和中国达成了协议 约定未来对华供应 5万头活牛 那其中呢 一万头呢 就会在 月底啦 就是这一两天呢 就会到达中国市场的啦 部分呢 是用于 品种改良的 那当前呢 大家知道了 澳洲的牛肉 还有葡萄酒 因为 贸易限制呢 就没办法出口到中国啦 那其实对于乌拉贵来说呢 刚刚是将 澳洲的牛肉 制出这个 中国市场的大好时机呀 那截止到呢 2019年呢 其实乌拉贵呢 每年 都是有 50%的牛肉出口到中国的 那仅仅是大骨牛肉这一项 产品呢 那乌拉贵19年呢 对华的出口总额呢 已经到7000万美金 那大家好像看到7000万美金很少 那但是对于一个乌拉贵 都不是一个大国来说呢 其实都不小的 这个数目 那 那除了乌拉贵之外呢 最大事就是其他的国家都在瓜分着澳洲在中国的市场的 那就是有巴西啦 还有阿根廷啦 还有就是 这个五眼集团的 纽西兰啦 新西兰呢 都是已经 将自己的牛肉产品大力地推向中国的 那戒指这些国家呢 在中国的牛肉市场呢 有望啊 就会进一步扩大的 那其实 老实说其实 我妈说 她是我妈说 其实 南美洲的牛肉呢 是不比澳洲的差的 尤其是阿根廷的牛肉呢 我听过一个澳洲朋友说 他的阿根廷牛肉呢 他说这一生都没吃过这么好吃的牛肉 但是我没吃过 所以不知道啦 那 另一方面哦 那么多动作的时候呢 澳洲会缩呢 是不会的 原来澳洲呢 就瞭着他的祖国哦 BNO祖国哦 不过对于澳洲人来说就不是BNO啦 就是其实他在聊这个英国的 那最新消息呢就说呢 其实 南通文呢 和澳洲的高层呢 和美国和印度呢 是会有一个 可能会签个协议 就是这个二十七号最新消息呢 其实呢 就是澳洲和英国呢 就尋求签一个贸易协定 这个呢 之后就会加上美国 和其他印大地区下去的 那这个消息呢 是来自这个英国的国际贸易大臣 卓慧斯的 那他就二十七号就发了声明啦 就说这个政府啊 有望呢就和澳洲呢 和美国和印度呢 再签一些新的贸易协议 那其实澳洲这方面呢 当然很开心啦 哇 我的祖国 那其实对澳洲人来说呢 真正的祖国是英国的 那是吧 大家都知道了 那另外一样东西呢 除了活牛之外呢 那当然就是图蒸礦呢 都是被人在瓜分的 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呢 其实都我们都说过了 今年十一月呢 中国在澳洲进口的图蒸呢 大概只有2.67万吨 那和十月比呢 就降了百分之三十四 那和去年就是2019年的十一月比呢 就降了百分之七十七点八 大概八成啦 那这个都是呢 就是今年四月以来最低的进口量 那另一方面呢 那中国的进口图蒸总量呢 其实呢 是一百八十三万吨 到十月份呢 其实是增长了百分之三点 百分之八点三五的哦 就是整个总量是增加了 只是单单独独呢 澳洲的入口量是小了的 那证明了一件什么呢 就是澳洲的市场呢 就被其他国家是在代替的 澳洲封其二啊 证实了这一件事 那也证实了我们 说做懒头却呢 都是没有好处的 那其实澳洲的精同抗呢 是给什么市场呢 其实呢 之前我都说过了 没有猜错 就是智利了 智利了 智利第一 第二就是秘魯 第三就是外蒙古 就是蒙古国 第四就是墨西哥 那么智利 当然了 智利有时候都在工潮有抗产 就是那些煤抗 和其他抗工呢 都是有罢工的情况 都经常有 但是你说 他们的抗工的力量 当然是不及澳洲的抗工大 所以其实他们的 所谓的抗工平息 都是没有那么难的 所以中国内地的很多专家都说 那么精同抗被全面代替呢 就是澳洲在中国的精同抗被全面代替呢 是指日可待的 一斤都不买你了 以后 那么当然了 我们都 我们今天其实都是作为一个总结 那么当然还有煤 煤 我们都说过了 那么 煤也是 煤当然和印尼 那么中国呢 就是十二月头呢 就已经和人类 签了十五亿美金的煤矿 购买协议 那么 我 这个是杀鸡儆猴 就是和 和澳洲说 不是买你的东西不行的 还有大家可以听我们之前的节目 说 没有煤令到中国发不到电呢 就是没有澳洲煤是他的意思 没有澳洲煤有些黄人说 中国发不到电呢 其实都是笑话一张而已 根据这个金融时报他说 其实呢 现在澳洲呢 是唯一一个在东南亚地区 明目张胆同 应该说整个亚洲地区 明目张胆同 中国对抗 有矛盾的国家 大家可以看看 就算是日本啊 印度都是时打时和的 是吧 但是澳洲是真的 什么时候都会见不老张 当然了 等着我们 都会做一支节目 就说一个傻的澳洲议员 更加癫的那些东西 可以预告一下这支节目了 傻的说的更加癫 大家想想一下日本啊 和其他亚洲大国呢 印尼呢 其实都是和北京呢 非常注意和北京保持这个良好关系的 虽然印尼呢 都是经常被澳洲和 就是可以说 印尼经常站在澳洲和中国之间的 游走的 就是两边 两边 但是他都是不敢明目张胆同 中国发一面的 甚至是经常示好 那当然杜特伊特更加是个精仔 没错 杜特伊特就是菲律宾 菲律宾没错 曾经任澳洲国防部战略与情报副部长 这个澳洲国立大学战略学院荣誉教授 他就在十刚刚上周就发表了一个演讲 他就说 现在我们短期的掌声 掌声当然是摩总 因为摩总现在是得到很多掌声的 他现在执政党是全面地领先这个反对党的 如果明天投票选澳洲总理的话 他就说为了短期的掌声 而牺牲最重要的外交关系 是澳洲最差最差的政策 都是来自一个最差最差的政府 那他就说现在澳洲呢 舆论呢 除了都是被鹰牌占据之外 那其实呢 他看到这种鹰牌 最糟糕他不单止是鹰牌 他是有舆论机器 就是他见不知这个独叔 有舆论机器呢 是大家都令到澳洲人 大家都觉得这帮鹰牌做得对 最糟糕就是这样 那其实呢 还有呢 现在很多人呢 都是不敢再以好这个官方了 他们觉得民间企业和私人接触呢 这些叫做中国的企业呢 比这些叫官方啊叫什么 白鸣漢啊摩总搞得更好了 我们都说其实呢 貌子中的关係是差 但是民间的活动是没有停过的 民间是尽量想好的 这个一定要先说 就是有些人当然有情绪啦 就是觉得澳洲这样 为什么还要跟他好呢 那问题就是 民间其实交流一直都很深刻 就不是好像有些人说 澳洲人想中国人死就不是这样 或者中国人想澳洲人死 这个也都不是 那只不过是有些政治上的误会 可以说是 嗯 是 那其实呢 这位前国防部的高官他还说 大家知道了 澳洲出口额呢 三分之一以上都输往中国的 最重要就是铁礦石啦 那虽然铁礦石呢就暂时不在这份名单上面 但是 中国一带一路的基础设施投资呢 他就会分散铁礦石的供应了 现在中国是用着的就是西非 基内瓦啦 他都是有很多 准备帮助一些非洲的公司开採 当然啦 这些事情不是一朝一夕发生 但是呢 之前中国都给了答案 应该五年之后呢 澳洲的铁礦石呢 就有机会被全面代替的啦 所以不用再依赖了 一斤都不买你了 是 现在是你说 如果说立刻不买 那暂时都是不可能的 都不可以了 都要买先啦 是 都是很正常的 你光顾一下 光顾开一间店买东西 每次买呢 买完东西之后 唱鬼死你 唱衰你 你自己做过客的都不过瘾啦 有其他代替品都很正常 如果澳洲想抢回这个市场呢 就只能够和其他供应商 在价格上展开竞争才有办法啦 没可能啦 澳洲的成本太高 根本不会降价的 澳洲是 这个是澳洲人做生意的手法 绝不降价 哦 这样啊 是 澳洲不会这样的 他认为这样做是自贬身价 有些网友说 那些 我看过有网友说 澳洲龙口比波龙便宜 这些是不会发生的 因为他宁愿不挠 是啊 那些东西在海而已 我就放在海里 因为澳洲有一个优势的 其实他们的身家是厚的 整个国家的身家是厚的 你可以说他 财政赤字 整个人都没钱 财政赤字是损害 有钱的人的利益 但是对国家的力量 是没什么损害的 嗯 但我们现在这些媒体 是 不好意思 现在我们这些媒体最大 就是这样 是 就是因为现在 媒独的媒体是鼓吹不是和 他是鼓吹说 现在就立刻找代替地方 不要和中国谈 是啊 要战斗到底 他们说 嗯 那当然战斗到底之下 有丰功伪迹 那我们都说过 那其实最新的数据显示 11月呢 货物的贸易顺差 只是跌到剩下十几亿澳币 那都是新低来的 远低于10月份的47亿 是两年来的最低水平 那白明汉先生是没事的 很快 很快会搞定 还有摩总都说 我们有新的对话 就是有新的贸易部长 就是这个丹特汉 不是黄特汉 所以他们会觉得行 其实很多澳洲媒体 他们都觉得是会行的 其实我们当时都说过 好像中美贸易战 那些人就说 中国 因为现在的 就说中国会派一些和美国人 熟一些的朋友去谈 那说美国可能会 会松手一点 其实都不会 因为其实大家都代表国家利益 就算这个丹特汉本来是一个 叫做夹派 我认为它是夹派 其实它不是 就算它自己夹派 它没有可能 是将全个主体政府的意志去改变 是吧 是被美国产品代替的 包括麦 大麦 小麦 都是的 那另一方面都证明了 中国是顺手承诺 因为其实呢 中国是可以说的 他说我 我现在是顺手这个 和特朗普 讲了的 就是 贸易协议 那他买那么多东西 那就将你澳洲那些不买 不买 我就买美国的东西 那你跟他 那其实是 有一大条道理的 就是 中国还是留一手给他 嗯 信手承诺 廢 就是还是留一手给他 就是 看一下 看一下你会不会混 那其实呢 啊 为什么大家都那么害怕呢 就是我说商人 当然很多澳洲人 都是觉得 摩总做得对 因为 中国出口的损失呢 将降低在澳洲的 投资回报率 其实就是逼这个金融市场 将资金重新分配在其他的地方 就是据报道 在最坏的情况之下 就是如果中澳真的 关闭95%的贸易呢 那澳洲国内生产总值呢 和人均实际支配收入的 影响很大的 那GDP 会降6% 那人均收入呢 最最差的情况下呢 就会降14%的 但是呢 对于中国而言呢 如果大家都 都是打到底 就是所谓贸易战 其实我觉得是没有贸易战 澳洲是挨打的 一直都是 那中国呢 只是 人均GDP 最多是降0.5% 和人均收入呢 最多是降2.4% 那其实呢 就 比很多澳洲学者形容 等于蚊叮叢叢叭的感觉 对于中国而言 但对于澳洲 尤其是大商家而言 就是 大大伙 跟傑傑傑的了 所以其实 為何很多人都 尤其是有饰滋滋滋滋滋滋 当然呢 政客就是拿饭吃的 有色知识都说停一停 想一想 是不是应该 摆出一个和的姿态呢 还有现在这样 有些东西是很不现实的 他是找台湾 越南 泰国 你说日本和印度我觉得都 现实一点点 话畅都是过亿人口 但是 你找台湾不是国家 你找台湾2400万人口 人口数和澳洲相若 但是收入和澳洲人就差点点 泰国越南 更加不成功 你想想肥沛奥 我们之前做节目 肥沛奥买的红酒 都是这么便宜的 做国务卿买一瓶便宜的 喝都有的 买几百元一瓶 买一瓶二十鸡 买一瓶洗洗 但是 但是问题就是 他买太贵又不行的 被人觉得他是贪腐 但是美国其实有 美国其实有很多酒是很便宜的 而且其实质素不差 尤其是赤霞珠 就是他买那支赤霞珠 我觉得美国人 如果是有喝酒习惯的人 是不会这样去买澳洲红酒 因为性价比实在太不低 只不过是个名字好听 支持澳洲盟友 应该要付出一点点 我觉得真的不够老友 美国这方面跟澳洲的关系 其实澳洲国内的那些 我觉得是老友的 你觉得老友 因为出口 其实说真的 美国红酒 加州的红酒 不会差过澳洲 尤其是赤霞珠 其实加州曾经试过 跟法国比市 而加州的红酒 是被评选为第一 在七几年的时候 曾经 但是他们到现在 技术是没有退化的 就是釀走那个技术 加州的气候 都是适宜种葡萄的 葡萄 没错 好 今次节目时间差不多 多谢大家 拜拜 好 拜拜 拜拜